给我一千块我就给你一台手机 还要是一台很不错的游戏手机 今天的主角就是它啦 Infinix Note 40 Pro 其实上一代的Note 30我就曾经拍过了 然后新一代马上就来了 这一台机我自己定义它为 平静整游戏手机 所以这样我们就直接入重点 因为这个价钱我们也不用啰嗦好的 我就是要来告诉你 你给的一千块到底可以买到它什么功能 首先第一个点就是 一千块买下你五千毫安大电池 不过游戏手机其实电池是最重要的 这次我觉得Infinix他们有下功夫啦 它用的是他们家最新的 Aural Fast Charge 2.0充电技术 是由Infinix第一次自主研发的 Cheetah X1芯片来运行的 听不明白不用紧 反正就是充电块的意思 五千毫安大电池 45W的快充 19分钟可以充50% 而且它还有 Wireless 5线充电 20W的速度 然后他们还自家出了 Mac Charge 贴在手机后面就可以充电了 然后它还有反向充电技术 另外我还发现它有一个蛮不错的小生机 就是它是有AI的嘛 它会透过AI去分析我们充电的使用习惯 避免过度充电 我们晚上会充着电过夜嘛 就不用担心电子会容易坏掉 No.2 手机性能 MediaTek Dimensity 7020 5G处理器 这一粒芯片 算是在MediaTek里面 性能蛮强的一个中高端level的处理器 安兔兔跑分大概是50万左右 根据网上的专业分析 这一粒芯片它在游戏、视频播放 还有网页浏览上面表现是很出色的 相当于Sack Dragon778G的水平 然后我自己也是测试过了 有了这一个芯片的加持 它的确有在玩游戏的时候 控制帧率上面表现得很好 你看啊我现在玩的是MLVB嘛 我打开最高的画质还有刷新率 帧率还是可以做到维持在88.8FPS 流畅度可以说是很好的 题外的话一下 我有一个小功能 自己是蛮喜欢的 就是平时我们打游戏的时候 有时候太激动啊 然后我们会不小心误触 碰到旁边然后拉回去组业一下 他们就非常贴心的在这些 边边加加加入了软件算法 所以我们打Gear的时候 就可以减少误触 可以更专心的打游戏啦 加上哦它用了这个X轴线形马达 不管是触感反馈还是视觉效果 我觉得都有变得更好 尤其是那种4D的画面 它就会更加丰富 第三点 1000块给到你JPL Speed Girl 他们跟JPL合作 完全给你360度对称式的 纯净轻格 用来玩游戏啊或者看视频啊 那个真的是很爽啊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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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QQQ QQQQ QQQQQ的 QQQQQ也是 因为其实有256种的颜色一直在转 当你用到特定的功的时候 它就会出现了 比如听音乐啊 收到call的时候啊 充电的时候啊 它都会动跟转 目的是什么 影咯 不然就是在给你打游戏的时候 给人家看到 有灯这个人在打游戏 我们不要敢叫他 第五点 相机 一千块的手机给你一亿像素 它是105MP OIS主色咯 还有三倍变焦 其实讲到这边咯 你已经觉得性价比较有没有 直接给你们看样展 看起来拍出来是长的 Infinix Note 40 Pro 大致上我就给你们整理了 这几个大卖点 基本上一千块你就大概可以买得到 1500块左右的手机的一些功能 所以如果你的budget不是很高 但是你又想要买一台不错的游戏手机的话 你们就可以考虑一下这个 Infinix Note 40 Pro 最后认真讲一下 Infinix Note 40 Pro到底 是不是真的是一千块叻 是 但是加了一个9折吧 1098 就可以得到8加256GB的塔啦 然后只要你买Note 40系列呢 就可以得到一个Mac Power 送完为止啊 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到Infinix的Shopee来找到买啦 OK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